在开国将帅中林彪和许世友堪称毛主席最信任最亲密的两个人 那么在林彪与许世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呢 两人的第一次较量是在1937年3月 当时西路军惨败再加上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擅自南下 中央军委展开了一场批判张国焘的运动 自然张国焘的部下们也受到了批判 其中就包括了许世友 负责批判的主战场就在林彪担任校长的红军大学 许世友性情刚烈 哪受得了这样的批判啊 当晚就去找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王健安 詹采芳等人 向林和他们一起逃出延安 投奔旧部刘子财 不过王健安毕竟是政委出身 比许世友考虑的多 他知道逃跑在红军中可是大岁 于是就告诉了红军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谢富志 谢富志又告诉了林彪 第二天林彪不动声色 把大家都集合起来 按照王健安说的名单 将许世友等人全都抓了起来 经林彪提议带头的许世友将被执行枪决 如果真的执行了枪决 那开国将帅中少了许世友 也就少了非常多的传奇故事 好在毛主席出马了 毛主席看问题的眼光自然跟林彪不一样 他知道这次许世友等人的逃跑 并不只是他们几个人的问题 而是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矛盾 如果处理不好 将会对整个红军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因此毛主席决定攻心为上 关于毛主席如何说服许世友 被人们演绎的事非常多 简直比诸葛亮七情梦获还要曲折 在这儿咱们就不多说了 总之经过这次事件后 许世友彻底改变了对毛主席的印象 从此认定了这位千载难遇的明军 成为毛主席最忠诚的支持者 建国后林彪逐步登上了高位 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 而许世友则被毛主席调到南京军区 担任更重要的防卫任务 时间转到了1971年9月13日 林彪与许世友在34年前的一幕 又发生了奇妙的转变 那天周恩来给许世友打电话 通知了他林彪出逃的事件 不知道在那一刻许世友会不会想起 34年前的那件事 只是现在两位主角的身份换了过来 事件的紧迫不容许世友多想 就立刻把南京军区副司令 萧永寅叫来 通知他说 主席和总理叫我到北京 交代了任务 秘密逮捕林彪的死党 三国四方 你马上出发 先到上海 后到杭州 再回南京抓南空的人 越快越好 在许世友亲自安排下 林彪的死党被一网打尽 历史就是这么诡异 34年后的轮回 在林彪和许世友身上 发生了奇妙的转变 人家的死党被人家装 我能够打得过去 我能够打得过去 我能够打得不明 我能够打得好 我能够打得好